接下来再讲一个病 谁啊 就是我们非牙原性当中的骨化纤维瘤 也就是这个骨头当中的纤维出现了突变形成的肿瘤 那么这个病在我们口外当中也提到过 对吧 骨化纤维瘤就是这幅图 你看看边界是不是清晰啊 边界很清晰 那么为什么这个瘤的边界清晰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有包膜的一个疾病 有包膜的一个肿瘤 那么就相当于在骨头当中有一团肉 这个纤维瘤其实就是在骨头当中有一堆肉吗 这堆肉有没有包膜 有包膜 正因为有包膜 所以说边界清晰 正因为是一堆肉 所以说是透射影像 那么透射影像中央为什么还有高密度影像呢 主要的原因它可以钙化 所以说你看叫做什么骨化纤维瘤吗 本质是纤维瘤 那么这个纤维瘤可以骨化 那有没有一个病跟这个病很类似 也有纤维也有骨化的呀 谁呀 我们的骨纤维异常针指针 也叫做骨纤维结构不良的吧 那个里边的纤维是编多了 对吧 那么它骨化出来的这个骨小粮是什么 没有尘骨细胞的 没有尘骨细胞的 而这个里边呢 是富含有细胞的纤维结底组织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加多样的骨化结构 怎么个多样法 有一种骨是小粮状的 编制骨状的 里边有尘骨细胞 所以人家说 可以骨化出这个小粮状编制骨 一样的是谁呀 就是我们的骨化纤维瘤 也还有一种是谁 没有细胞类的 没有细胞 然后里边是什么 内亚骨质小体的 也叫做沙瘤样的骨小体 你看这里边 这就是沙瘤样的 一块一块的 什么叫沙瘤啊 我们一个沙的加点水 形成一块一块的 这就是沙瘤样的 这就是这种呢 就是我们沙瘤样的 这种矿化结构 那么它呢 是没有细胞的 没有细胞的 也就是说会出现沙瘤样的 或者是这个小粮状编制骨样的 这种骨化的 就是我们的骨化纤维瘤 如果出现字母样的 没有尘骨细胞的 就是骨纤维异常 真知真 听懂了吧 把这个搞明白就行了 然后你看这个图 一刀切开之后 这个瘤的切下来 一刀切开是纤维的 质地很韧的 所以说里边大量的纤维 还有这个骨化的结构 把它的病理 尤其是骨化的病理掌握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么简称一下 叫做什么 骨化石有细胞 什么叫骨化石啊 骨化纤维瘤 里边有石头 石头就是钙化 然后这种钙化有什么呀 有细胞 骨化石有细胞 或者是骨化石 也可以说是什么呀 沙瘤样的 石和沙 骨化石有细胞 听懂没有 这是骨化纤维瘤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 整个骨头里边的肿瘤 就讲完了 包括牙缘性的 包括非牙缘性的 那么牙缘性的 包括上皮肩液和混合性的 其中重点 化重点来了 这四个病 重点 这一个是重点 然后这个里边的 钙化囊性瘤是重点 然后骨化纤维瘤是重点 它 它 它都不是重点 其实 看来看去就三掉三个病 那这三个病也挺多了 也挺多了 OK 这就是我们河谷当中 内容最多的肿瘤就讲完了 那么给大家 总结一下 我们要去思考的时候 这个河谷当中的肿瘤 怎么去思考 你就按照这三个方面 我们有一些是什么样的 实性的 实性的 有一些呢 是囊性的 对不对 你看囊性 概化 概化囊性瘤啊 脚化囊性瘤啊 这都是囊性的 还有尘有细胞瘤的单囊性啊 那么所以说有些实性 有些囊性 但是 我要告诉大家 不管是囊性也好 还是我们的实性也好 里边都有上皮的成分 也有纤维结地组织的肩液成分 所以说你就要从这两个方面去考虑 跟囊种一样 那么上皮特殊的结构有什么 对不对 然后我们纤维里边有什么特殊的结构 或者特殊的东西 或者是再加一些 比如说 钙化上皮瘤里边有什么淀粉物质呀 有什么隐细胞呀 对不对 这是特殊的结构 沿着这三个方面去想 去记 基本上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好吧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把这几个尝好的病 骨化纤维瘤 骨纤维异常症症 然后这几个来总结一下 其中骨纤维的这个不讲了 因为里边什么纤维变多 它的细胞 它的骨小粮 骨化的是什么 字母样的 对不对 没有尘骨细胞 而这个骨化纤维瘤呢 里边有骨化 也有尘骨细胞 有细胞 那么里边有什么 沙瘤样的 小粮状的编织骨一样的 对吧 骨化石有细胞 而我们的钙化上皮瘤 也叫做屁股瘤 屁股里边什么 有点风 垫粉一样的物质 特殊 然后牙缘性 线氧瘤呢 上三线玫瑰 帅哥靓女 爱上三线玫瑰 所以说有玫瑰花样的结构 上三这个位置常见 对吧 然后这是线氧瘤 我们的钙化 囊性瘤呢 影帝干什么 真难干 里边有什么 影细胞 影细胞可以干什么 钙化 而我们的牙瘤呢 牙瘤呢 一个组合形的 一个混合形的 组合形的叫做有牙齿 组合形呢 是我们有牙齿结构的 叫做主牙功能核 主牙功能核 好 到现在为止 核骨囊肿 核骨的肿瘤 讲完了 每年肯定会考 每年肯定会考